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议夏季 每天5岁10到20分钟最佳 最长不要超过30分钟 二 夏熟火 更容易心火旺盛 所以夏季要常吃清新泄火的食物 如绿茶 菊花茶 绿豆粥 苦瓜 绿豆芽 苦菊 婆婆丁 冷面的 同时少吃辛辣食物 三 多喝水 夏季出汗度 容易血液粘稠 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 就容易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所以夏季心血管疾病要多喝水 每天2000到2500毫升 但要小口错饮 不能大口牛饮 血容量骤然增加 反倒增加心脏负担 四 少吃寒凉 夏天血管扩张 如果过时寒凉食物 血管预冷 骤然手术 静卵 反倒容易导致心脏功血不足 增加心梗等心血管疾病风险 所以心脏功能不好的 夏季少喝冰镇饮料 冰镇水 冰膏 冰镇啤酒等 五 不要出大汗 虽然夏季出汗可以驱寒 出湿 但汗为心脂液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 出大汗 如长时间汗蒸 桑拿等 容易伤心血 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所以适当除汗即可 六 岁前洗澡 夏季炎热 容易失眠 会增加心脏负担 岁前三十分钟洗个温水澡 可以散热 促进睡眠 起到养心安神作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养生 关注本栏目 养生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